这家如鸣小店是目前我在武汉吃到的最好的炒菜 惊艳 真会啊 太好吃 武汉这有意思的小吃可真多呀 咱有个汽水包 这就跟煎包是一样的嘛 水煎包嘛对吧 汽水包 名字有意思 那一个莲藕再给我来个鲜肉的吧 有没 有 这是鲜肉的鲜肉 拿着去水煲 咱这会儿去吃豆瓣王打烊了 白跑一趟 我来武汉的感受就是啥 武汉这店关门都特别早 你发现了 过90点它就没了 逼着我去小酒馆你看这 在店吃饭一元一元米饭 一块钱随便吃米饭 对对 一块一块钱随便吃饱 我们这吃饭也是随便 这是随机找一家店 你看这鱼是招牌 啥鱼 干烧的大白鸟 干烧大白鸟也可以 可挺好的 那来一个干烧大白鸟 我这菜看着可以 这就是大白鸟 这个 咽好的 我就喜欢这种名出名造的鸟 你看着它做 特别享受 而且特别放心 顺道还能学学手艺 自己回家操作 你看着 嗯 这香味一下子出来了 太酸了 这就是锅器了 两药一酥 两荤一醋 先吃个这大白鸟 老板吉利推推 推荐的 说它鱼做的好 但是鱼 鱼肉是真的 这豆豉的味道很香 这鱼是过过油炸的 鱼确实好吃 这刺儿确实有点 着实的害怕 我我爱吃没刺儿的鱼 我就是爱条刺儿 来 试试这牛肉啊 还是牛肉吃得好 你看 大口吃肉 这牛肉炒的还是酸辣味 一上来就闻见那次味 这牛肉是半干的那种 再过一下油 有点牛肉干的感觉 从中牛肉干的感觉 就爱吃这种 来个武汉特色的啤酒 老板这只有闯天下 我不喝那酒 这是洗粒 看看这洗粒 可以可以可以 拿个洗粒 只需要看一眼配料表 这个酒能不能买 就知道了 水麦啊 啤酒花就完了 正儿八经啤酒就是这儿 没有科技和狠活 还有什么 鸡山嘛 什么大米这种 淀粉算了 干嘛 勇闯的就不行 原麦汁浓度一般 太菜了这个酒 凑喝吧 配料算是干净 五酒不成席嘛 把汽水包就吃 武汉特色汽水包 连藕肉 武汉的藕真是没得说 太好吃了 甜 对不对 木铭的甜甜 嗯 或酱猪换美酒 鱼耳鸡香烂骨头 哎呀 可以可以 不错吧 呵呵 你还别说 鹿庄 随机搞的这些馆子挺好吃的 比那个炉庄不知道好吃多少倍 炉庄 躺着也就轻了 不是 真的真不好吃 搞不定买个排队排哪门队呀 真好吃 试试这莲藕啊 嗯 真贵呀 太好吃了 特别的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果然是名不去查了 人家女孩是一天八杯水 你是一天八杯酒 这鱼上来看 你先得给做个手术 你这开多少年了 十好几年了 十好几年了 炒的真不错 大白鸟的鸟是哪个鸟 鸟得一的鸟 现在年轻人不知道鸟得一 你懂鸟得一吧 我估计我这个年龄的知道 大白鸟真是未美而不新啊 鲜 这湖北的大白鸟 这当年可是贡品的 黄盛当时吃这的时候也挺费劲的 是吧 可能有人给剥好 你俩有姑女就把那个鱼刺给吃 嗯 姑女咋吃鱼刺呢 不知道 我要给他们店写第一条点评